最近美国正被多种难题包围 光是国内新冠确诊人数还在不断飙升 迟迟看不到疫情拐点 吸紧全美的抗疫至今也还没有平息 正在特朗普政府忙于应对国内的重重矛盾时 俄罗斯又来给美国添土了 就有据CNN7月30日报道 一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李德 当天被俄罗斯以威胁俄警察生命健康罪判处9年监禁 这让美助俄外交官感到十分荒谬 据悉特雷普在去年来俄罗斯看望他的女朋友艾琳娜 在一天晚上喝醉酒后和路人起了纠纷 警察赶到现场后要求他回警局 据警方称他拒捕攻击警察和车辆驾驶员 还抢夺了方向盘造成车辆险些在路面失控 最后莫斯科法院表示 他的恶劣行径已经威胁到了警察的生命健康 将被顶格判处9年刑期 这已经是两个月内第二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被俄罗斯判处长期监禁了 今年6月美国另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 被俄罗斯以间谍罪判处16年监禁 两个案子连在一起让美国十分填堵 美国军人很可能已经成为俄罗斯拿来做文章的主要目标 美方称不论是李德的案子还是惠兰的案子 都没有证据直接证明他们犯了罪 所以美国驻俄大使认为这些判决十分荒唐 美国的官员曾对惠兰的家人表示 惠兰是被俄罗斯安全部门针对的一个受害者 俄方的目标是将它作为和美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 因为就在惠兰被定罪不久后 俄罗斯开始提出与美国交易 想以惠兰换回两名正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公民 俄方想换回的这两名公民 其中一人是俄罗斯的军火商人 因其对哥伦比亚出售大量武器被美国判处25年监禁 另一名是俄罗斯的飞行员 因携带毒品入境美国被判处20年监禁 俄罗斯针对此事对美方表示强烈不满 有评论认为俄罗斯今日的所作所为 正是对美国的报复 如果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来伸张正义 那便用美国熟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公开表态 是否愿意和俄罗斯交换这两名人质 面对这场交易最终的结局还不得而知 但不能看出美俄关系本就矛盾重重 疫情此事就更是雪上下霜了